為了要報復克里米亞大橋被炸 其實我們看到俄羅斯 現在也狂惶烏克蘭 而且連基輔的德國使館的簽證處 也同樣遇襲了 就要請教湯老師 現在普京說 他接下來還會有更嚴厲的報復 普京當然他的這個報復 我想說一定會逐漸升高 可是反過來講 因為現在是德國的大使館的簽證處 我們大家都知道按照國際法來看的話 這個使領館是國土的延長 意思就是說你這個炮彈 已經打到德國了 雖然不是在德國本土 可是這個使領館就是等於德國本土 所以這樣子的話 那就要看看西方國家你怎麼反應 你現在西方國家的話 因為德國當然是北約 你北約現在你被攻擊了 你被攻擊的話 你這邊就要集體的反應了 按照他們北約章誠的第五條的規定 就是這樣子 意思說你打一個就等於打全部 你打全部的話 你們怎麼要來反應 現在我覺得還不是說看普京 現在是看西方 普京當然他一直在講 他說包括四個省份 你們一直在攻擊 然後包括這個橋 你也把他炸了 當然他就是一定會有攻擊 所以他現在已經表現出來了 表現出來了以後 現在要看西方 看西方的反應是怎麼樣 然後再看普京 他有些什麼樣的動作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在軍事上面 所謂的escalation 就是逐漸升高 逐漸升高 你現在你是不是有可能 使用到所謂的戰術核武 普京這邊他一直在威嚇 那就不知道 這個東西就有很大的makeup了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空中引爆 你可以海上引爆 這樣的話傷亡比較小 如果說你用這個核武 去炸基輔的話 很棒